大家好,这节课呢,咱们就开始来学习LowRunner的另外一个核心组件,Controller 前面的课程呢,我们主要都是在这个ViewGin脚本开发这个组件上面做的一个演示和讲解 那么ViewGin脚本开发的这个功能组件呢,基本上到现在来说,核心的东西咱们已经都讲完了 咱们现在应该说能够达到一个基础的一个脚本开发的这个能力了 就是我们拿到一个系统以后,特别是web系统,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开始 同时呢,能够把脚本的录制和优化呢,都给做出来 同时我们呢,还会去考虑到怎么样能够这个优化这个脚本 使呢,它在性能测试实施的时候,能够获得更加真实的性能测试数据 这些点呢,我们都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给大家强调 那么脚本开发有了,那是不是说性能测试就完成了呢 应该说脚本开发完成了,咱们的性能测试呢 这个万里长征才刚刚开始 后边的东西呢,将会越来越难 越来越多的,将不再单纯的依赖于工具本身的这些功能了 很多东西其实是工具没有办法控制的,需要我们的一个实施 我们的具体的一个经验和我们本身对性能测试的一个深入的理解 才能把后边的一些事情做好 那么我们呢,对于这个性能测试 脚本开发,让我们能够把请求发出去 同时呢,能够让这个优化一下脚本 让这个请求发出去了以后 这个请求和服务器的交互跟我们真实的用户 跟服务器交互呢,这个差别比较小 这是我们微妙镜要去解决的问题 那么Controller要来解决什么问题 Controller顾名是一家控制器 那么所以呢,它很多的功能都是属于控制部分的 比方说它要首先要控制 虚拟用户数量 我们要并发多少个用户 在Controller里边来实现 那么前面最开始我们给大家介绍 工具的时候也给大家讲过 LowRunner虽然核心组件是三个 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叫负载生成器的一个 更更重要的隐藏的一个核心组件 事实上这个呢,才是LowRunner本身最核心的一部分 就是负载生成器是用来 才是真正用来模拟咱们的虚拟用户数量 如果说我们仅有Controller而没有负载生成器 那么咱们呢,也做不了新能测试 负载生成器这个专门的组件 用来模拟虚拟用户,模拟多个线程 那么Controller呢,它对这个负载生成器又有怎么样的一个控制呢 这个后边我们呢,会给大家去继续介绍 Controller呢,除了控制虚拟用户数,控制负载生成器以外 它还要控制咱们的性能测试场景 比方说我现在假设要模拟500个用户 那到底这500个用户以什么样的一种场景来把请求发给服务器 是500个用户逐渐的增加,然后运行多长时间 那以什么样一种方式来释放这些用户等等 这些呢,都是Controller里边要去控制的 那么还有呢,咱们需要去控制各种运行策略 比方说像上节课讲的集合点的一些策略 咱们呢,需要通过Controller来去控制 那么同样的,咱们去比方说我们在运行性能测试的时候 可能会需要去考虑到我们要去模拟用户的带宽 默认情况下,这边呢,也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点 默认的情况下,我们的性能测试可能都是在局域网内完成的 那么带宽都是足够的,100兆,1000兆都不是问题 但是真实的用户,他在访问你的系统的时候 他的带宽能达到多少 现在主流的可能是20兆,50兆,100兆 ADSL这种带宽,普通的用户 那么20兆呢,应该说现在还是很多的 甚至还有很多用户呢,他是属于 可能就两兆,四兆,这种传统的ADSL还没有升级的 甚至呢,还有一些用户他使用的是3G,4G的网络 所以我们去做性能测试的时候 也需要去考虑到用户的带宽的问题 我们如果只用最大的带宽在局域网内部去测 这功能呢,就是指我们主要提供了各种指标监控的一些功能 我们要去做性能测试 那么Lowrunner本身它模拟的只是一个客户端啊 或者说很多个客户端 它只能是从客户端的角度来看待和审视这个系统的性能 但如果说我们能够在性能测试执行的过程当中 又能通过Lowrunner去监控到服务器端的一些更直接的 更有针对性的一些性能指标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一方面从客户端的视角 对系统有一个整体的掌握了 同时呢,咱们还可以对这个服务器端的更真实的性能指标 有一个完全的把握 那么这样呢,我们把客户端的指标和服务器端指标结合起来 进行相应的分析 相应的一个对比 我们才能够说真正的对这个系统的一个性能呢 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掌控 然后的话呢,对这个系统的一些性能的分析呢 才能够更加的准确 所以Controller呢,虽然附属这种指标监控的功能 并非Controller核心的功能 但是呢,它为我们的性能测试实施提供了一种方便 那当然呢,同样啊,如果说我们没有Controller提供这样的性能指标监控的功能 我们性能测试难道说就没有办法做了吗 很显然,不是这样的 即使Controller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些附属的功能机构 咱们同样可以去监控服务器 所以这不是问题啊 Controller为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功能 也只是为了说方便我们的一个使用 毕竟它作为一个商业工具 除了考虑功能本身以外 它需要考虑到一个用户使用的一个体验 我们作为一个测试员 在需要使用Lowrunner这套工具的时候 都希望能够工具能够我们多提供一些功能 我们那就没必要再去重新找一些单独的独立的一些性能监控工具了 相当于呢,它把所有的这些东西 把我们在性能测试实施的过程当中 所有用到的功能都给我们做了一个整合 当然这种整合呢 是好事也是坏事 好的地方就是方便了我们 坏的地方就是 安装包越来越大 同时呢 让用户的学习成本增加很多 而甚至呢 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计划 咱们的一个 在学习这个工具的时候 有可能呢 很容易就把重点给偏离了 看到一些花枝招展的构成各样的功能 我们当然能感叹它功能非常强大 但是核心的东西其实就那么细 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方案学习计划 我们很可能就 被这些各种各样的指标监控的这些东西全给搞搞晕了 然后呢 反而重点的东西没有关注掉 所以呢 这些东西 但反正所有这样的这些功能 都是有利有弊的 我们希望大家真正能理解的不是这些工具本身 而是咱们的性能测试 到底是怎么玩的 有了这样的一些概念 用什么工具 其实根本不重要啊 都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对于controller 它的一个基本的功能 大概就这种几个类别 那么我们呢 接下来就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演示啊 然后呢 看看这些功能到底具体是怎么来进行控制的啊 达到它的controller控制的这样一个目的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看 关于虚拟用户数量 事实上前面的课程 我们已经简单的都用过一些controller 并不陌生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无非就是说 打开 用controller打开一个脚本 然后的话呢 来看一看更细节的一个使用 咱们呢 进直接进到 Lowrunner菜单底下的controller 在application目录底下啊 通过 直接通过打开controller这个组件 然后这边呢 我们如果用view镜开发过的脚本保存起来的 在这边呢 都可以浏览到 比方说我们之前开发的脚本叫script basic 那这边呢 我们就选择这个脚本 添加到我们的控制器场景就可以了 好 在这边呢 上面有两个选项 简单说明一下 默认的选项叫menu scenario 手动场景 还有一种呢 叫go oriented scenario 目标导向的场景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我们当然选择使用的是默认的手工场景 所谓手工场景呢 就是所有的场景的设置 配置都需要我们测试人员来完成 那么目标导向的场景呢 它相当于简化了场景本身的这些设计 我们不需要去关注场景 我们只需要关注的就是 比方说我运行1000个用户 然后呢 期望我们的性能目标是响应时间控制在5秒钟 OK 这相对就有一个目标 这个时候呢 至于这500个用户怎么来进行场景设计 安排 怎么来进行用户的增加减少或者释放等等 所有的这些策略 全都由low runner来控制 大家觉得这样 这个功能强还是不强 听起来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相对于全自动了 我们就省去了很多很多的麻烦 但是事实上啊 这个功能纯粹是一个积累 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请大家记住啊 所有的这些功能提供的 全所谓的全自动的一些这个功能 几乎来说啊 没有太多实用价值 你用起来你会感觉很别流 我们希望的是 我们作为学习 我们需要学习 自己完全的来控制它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后边真正以后在企业当中去做性能测试的时候 也不要去盲目的相信这些所谓的全自动的设定 没有使用价值很低很低 反而呢 会让我们不知所措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不是我们控制的 我们怎么去分析 我们怎么去控制我们的运行策略 怎么去控制我们的运行场景 没有办法控制 low runner都帮我搞定了 那么这个时候得出来的这些性能数据 它只能简单的做一个参考 就是啊 比方说他告诉你500个用户啊 有没有达到5秒钟 没达到 那么这个性能就是有问题的 达到了性能就好的 真是这样吗 实际上肯定不是 达到了5秒钟 性能未必就好 为什么 有可能我们的贷款本身出问题了 贷款堵塞了 5秒钟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数值 有可能如果贷款不堵塞 它可能只有2秒钟 这个东西他们都是没有办法告诉我们 那或者是呢 服务器那边CPU爆码 虽然5秒钟也在用 CPU打到100%了 同事们注意 它并不意味着这个系统就会崩溃 只是说呢 CPU的对立会排得越来越长 响应时间会越来越慢而已 后边我们会给大家做演示的 但是内存达到用满了 那系统只能选择崩溃 因为没有地方可以用了 它要存一些数据都没有办法存 我们写的代码 都会在内存当中运行 哪怕定一个变量 定一个数组 都是保存内存里边的 一旦内存满了 这些东西都保存后 这些系统只能选择崩溃 但CPU100%了 不见得 或者说代官满了 也不见得 就是说这些系统就崩溃了 最多就是堵一下 或者说等待的时间长一点 或者说直到超时了 它告诉你服务器都还没有响应 但是不至于导致系统崩溃 或者说其他人没有办法访问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这些东西通过目标导向的场景 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所以 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就行了 这个目标导向的场景怎么玩 我们课程里边不会专门去给大家介绍 因为它没有什么价值 大家如果自己有兴趣 网上找点资料 拿着自己做一做 如果我们知道前边是怎么一回事了 做这个东西 相对来说也很简单了 很好理解 好 这边还有一个选项 如果选择手动场景的话 这边有一个选项 Use the percentage mode to distribute the user among the script 用百分比的这种模式 去分发这个虚拟用户 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 其实 我们假设设定了100 1000个虚拟用户 我们有可能对这个用户呢 这个运行呢 会指定一些策略 用百分比模式和绝对值模式 比方说 1000个我 40% 60% 那叫400 600 但是我如果是1000一个的 我的40%和60% 我怎么办呢 其实它指定出来就是 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整数 那么百分比模式呢 就不简单的适用 反而呢 是用绝对 指定401个和600个 或者400个和601个 是这样呢 用绝对的值得方式 所以这个呢 默认其实它也没选择 并不推荐大家说 一定要去勾选这个选项 勾不勾 在后边我们进去打开了以后呢 其实也是可以去修改的 所以简单先了解一下 后边我们会用到百分比模式 用它来 用于这个负载生成器的 这个虚拟用户的分配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 好 这样呢 其实就这么几个简单的选项 我们把脚本放进去 当然这边如果有多个脚本 也可以把多个脚本 放在性能测试场景里边 但是 我们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一个脚本 做它该做的事情 测它该测的东西 不要把 很多脚本混在一起 去做性能测试 这样呢 有点混乱 我们很难分析出来 到底问题出在哪 主要是这个原因 我们当然同时可以用Lowr 给不同的系统 做性能测试 或者跟同样的系统 不同功能 我把它放在不同的脚本里边 去做性能测试 都可以的 但是呢 这无助于我们去分析 所以说我们经常讲 这个做性能测试 尽可能测的功能模块 越少越好 就测最核心的那几个就行了 比方说我们 对于这个论坛程序 我们就测登录发帖 这两个最核心 用的使用频率最高的 那还有呢 次重要的就是 咱们的这个浏览帖子和回复 这呢 也是用户量使用很大的 一个频率很高的两个功能 那么 我们就把这四个功能测一测就可以了 其他的 不重要的就不需要去测 毕竟我们做的不是功能测试 我们挑的是 我们的挑模块的依据很简单 就是去评估 哪个模块最可能 这个 有问题 或者说哪个模块 用户的使用频率最高 我们去测这些东西 用户使用频率最高的 那么出问题呢 它的影响面也就更广 它的这个潜在的损失呢 也就更大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去测这些重点 好 脚本加进去了以后 咱们呢 相当于就用Ctrl打开了这个脚本 这种打开的方式 跟我们直接在VUG里边 选择这个菜单里边 Create,Control,Scenario 是一个道理 打开的都是同样的东西 好 打开了以后 默认的 它的这个虚拟用户数是10个 但是我们看到这边呢 这是脚本的名称 脚本的路径 虚拟用户的数量 负载生成器的一个机器名称 这个后边我们再讲 这边是变灰的 那怎么调整 这个数量呢 是在我们这边的 Start of User这边来调整 比方说 这边是默认是10个 把它调成1000个 选择1000就可以了 这样呢 相当于1000个用户 来做这个并化 好 这是打开以后 右上 左上角的这样一个 基本的一个界面 就这么一个点 列出来了一下 这个脚本本身 当然呢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脚本右键 设置它的运行时的 Runtime Setting 这个Runtime Setting的画面 跟我们View进里边看到的Runtime Setting是一样的 那么同样的还可以呢 查看这个脚本啊 就是我们测试的这个性能测试 它脚本是什么 它会直接打开View进 查看我们的这个性能测试脚本 好 还有 右键 Add Group Remove Group Group Name就在这 我们的很多的这个 比方说我们现在啊 有两个性能测试脚本 那它可以成 成绩为一组 这边的Group Name 与我们这边的这个 Shenero Schedule的Group 它是有对应关系的 后边啊 我们再来 再来 去 去讲 我们再来